大家好 这期再给大家扯一个蛋啊 说这个习主席这两天 过度自信 完了以后 自己搞了一动作 把自己见不得人的一些个难事给捅到全世界面前 这两天吃不了兜着走 完了以后正在收拾残局 收回这个恶劣的影响 中南海这边的消息啊 批评这个 中共高层有些人批评这个习主席过度自信 把这个事搞砸了 什么事呢 哎 其实说来也很简单 就是这个 联合国的秘书长 是不是 这个孙子不是个好东西 他搞一些个很很缺德的事情 你比如他派了一支这个所谓的维和部队 其中有一批中国人 住在这个尼巴兰的真主党的这个营地 完了以后呢 在那里叫骂以色列 说以色列是希特勒 说这个内塔尼亚胡是希特勒 完了以后让以色列撤军帮尼巴兰真主党 这些个恐怖分子说话 还把这个维和部队搞在哪里 让以色列不敢轰炸 结果以色列呢 就是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把这个营地就给轰炸了 据说土工中国的很多个 以维和部队 在这个真主党这边作妖的一些个炮灰 当场就给炸死了 炸死之后呢完了以后以色列就发布了一个罕见的这么一个命令啊 就以色列禁止联合国的秘书长 进入以色列这个国家 他们说这是 二战以后啊 联合国成立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事情 联合国的秘书长居然被禁止进入某一个国家 从来也没有这么分裂过 今天这个世界他不消停 你想想这个事情你品一品 其实是非常的夸张的一件事情 说明这个联合国的这个秘书长啊真的是一个 诸葛不如的东西肯定干了很多的缺责的事情我们这些人不知道是不是 啊完了以后结果过了几天 乌克兰这边的这个小泽 泽连斯基也发布了同样的一个这个命令 说禁止联合国的秘书长进入乌克兰 成为乌克兰这个国家不受婚姻的人 卧槽 这都是什么节奏什么概念的是不是 在我们的心目中 在老残的心目中 在二百五的心目中 我们都认为联合国是一个和平的组织 是吧 我以前有一朋友的养了一闺女 在美国上学 学了一堆的左逼的思想 啥也不会 是不是 然后学了一堆左派的思想 耶鲁大学毕业的 耶鲁是哈佛 我都忘了哈佛大学吧 然后有人问他以后干什么 我要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要做一个世界大爱 和平的使者 大爱的使者 听天一听就是被他妈的 左派的思想给洗成一二百五的 这么一小姑娘 真的好好的一个人就就就教坏了 是不是 你啥干啥啥不好 是不是好好去想着去挣钱 去养家糊口 是不是 去做自己的事业 非得搞这些幺蛾子 因为他有一种 这个道德附体 是不是 圣女附体的感觉 觉得自己充满了大爱 就这么一个事情 联合国就是这么一个组织 所以我一直就跟大家讲的 我们一定要擦亮我们的眼睛 要一眼就看穿骗子的心甘劈飞肾 是不是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骗子 一眼就能 你就能看得出来的 如果你有尝试 比如说联合国 这就是个骗子组织 比如说世界经济论坛 就是个骗子组织 比如说欧盟 就是个骗子组织 比如说 用联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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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名义 用某一个人某一个国家所忽悠出来的一个组织 他一定就是一个魔鬼的骗子组织 是不是 因为这个国家这个世界的真实的秩序是分散秩序 国家跟国家是都是大家都是独立的 是不是 国家与国家之间可以 基于贸易规则做生意 但是在政治上面不要联合 应该是分开分开才是智慧 联合 是这个什么忽悠人的 所以有些个词啊 你如果有常识 你就听了明白 什么联合呀 什么统一呀 什么共识啊 就这些个词 都是忽悠人的 联合国欧盟世界合作世界经济论坛 全什么世界卫生组织 世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什么什么世界气候组织 全是他妈的骗子 知道吗 说这个联合国的这个秘书长 为什么遭到以色列和乌克兰的禁止 不让他进去呢 是因为他们 长期的站在魔鬼这一边 最近干了一票特别缺德的事情 说欧洲正在召开这个和平峰会 邀请联合国的秘书长参加 他不去 不去 我对你没兴趣 自由民主和平峰会 不去 但是呢习近平普京两个人一手导演的 所谓的经传国家的 在 俄罗斯的峰会 他先嘎嘎的过去了 跑过去 里面有什么人呢 有这个委内瑞纳的马多罗 是不是 有这个 巴西的那个那个投票的货色 有这个习近平 有这个伊朗的人 有俄罗斯的人 全是一堆一堆流氓 一堆地痞 是不是 完了以后他居然跑过去了 你几个意思 你要不去都不去呗 我不去欧洲的和平的峰会 我也不去你的 所谓的上海 这个所谓的这个 俄罗斯的 所谓的这个金专峰会 没必要嘛 是不是 你是一个人类和平的象征嘛 你为什么要去了 说是习近平邀请他去的 习近平给他打电话了 你必须去 请你来参加 我以习近平个人名义邀请你参加我们在 俄罗斯喀山的这个 金专国家峰会 结果这个孙子过去去了那个样子叫一难看呐 吼着一个腰舔着一张脑脸在那里跪舔普京跪舔细胞子一副孙子的样子 大家都知道 在疫情闹的凶的时候 世界卫生组织的 谭书记 谭德赛 又跑到北京 见习主席 一条腿几乎要跪在习主席的面前 你至于吗 你作为一个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么一个 干事长 这么一个最高领导人 你的最大的工作就是赶紧找到这个病毒到底从哪里来源头的这个 这个探索你一定要搞清楚 你世界卫生组织拥有全世界最顶级的这个科学家卫生专家你居然连这个问题到现在都没搞清楚 完了以后你还跑到中国 中国也不把你当回事习近平在习近平你还跪舔 那原因无他吗就是这帮孙子都是被 习近平共产党控制的吗 所以只要你是一个联合的组织 由于他缺乏一个国家的主权 由于他缺乏一个独立的一个经济的实体 他不是个经济实体吗 他分钱都不挣的 但是他有贪子那么大 他钱从哪里来呢 他必须要 各路国王八蛋给他钱呢 赌攻中国这些年郭文贵老师不是告诉我们说有个南京王吗 所以世界卫生组织 世界气候组织 世界什么什么什么 经济论坛 甚至包括欧盟这些个组织 都是被习近平的这个 南京王的战略给攻占的 都是把他们买通的 这个东西很简单 因为我刚才说了嘛 你这个联合性的组织 只要你第一 你不是一个主权组织 联合国不是主权组织吗 世界经济论坛 世界卫生组织 世界什么 气候组织 什么教科文组织 这些东西都是被共产党收买的 共产党的南京王的战略 第一步就把这些国际性的联合性的组织给收买掉 让你归得你服服帖帖 这世界卫生组织就是个明显的例子 世界卫生组织 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上 只要你是 只要你是一个人 只要你是一个由人组成的国家 世界卫生组织都应该要对你一视同仁 是吧 因为你干的是卫生是每个人的生命 是每个人的健康 然而就是这个组织 到现在为止 也不准这个什么 这个台湾过去 而台湾又是世界上 健保搞得最好的 排名第一的这么一个国家 你说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你是个什么东西 是不是 所以 土工真心联花了 巨大的金钱 必须要把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搞定 是不是 所以 过去三届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 干事啊 都是共产党 细胞子的囊中之物 都是细胞子裤装里的一只区 没想到联合国的联合国的秘书长 联合国的这么大一个官 是不是 都被共产党拿捏得死死的 本来这个事 他是个桌子底下的交易 但是由于 这个这回 习近平去这个什么 喀山嘛 去俄罗斯嘛 邀请这个联合国的秘书长过去 他不得不去 结果一下子 所有人都看明白 为什么你不去欧洲那个峰会呢 是不是为什么你要来这个地方呢 就是因为习主席捏住了你的蛋蛋呗 他们说北京这边呢 现在有些人呢 就是 特别反习近平 觉得这个事 你其实应该隐蔽一点点嘛 你 你干嘛一定要邀请他去呢 他去也不起什么作用的 是不是 你为什么一定要邀请他去呢 你自己是主动 把一个见不得人的事情彻底就给公开化了 据说现在又想办法要把这个恶劣的影响收回 你怎么收得回呢 所以他们就想说 他吸毛子叫做过度自信 自己把自己见不得人的事情给捅破了 现在整个西方国家的媒体都在报道啊 本来吧 西方国家的主流媒体和联合国是一笔一孔出气的啊 但是这一回他们也看不下去了 时代周刊今天发表了一个新闻 发表了一期杂志 完了以后的话 封面就是很有意思 就是联合国的秘书长 站在这个一片汪洋之中 但是这个一片汪洋的这个水的颜色是红的 是共产党吸包子的颜色 所以这个事捅大了啊 接下来还有好戏看 我们继续跟进 谢谢